藉由通讯软体让家长也能够及时观看小朋友的夏令营 儿童夏令营透过通讯软体让家长及时观看活动内容 带动家长的参与感 我们这次性色禅师的营队 那我们在法师的发大院的一个筹备之下 那我们工作都还蛮顺利的 我们找到了将近40位的队府 那队伍里面有将近一半以上都还在国中 还有国中高中的层次的阶段 那我们在我们的培训之下 他们在很生疏的对应对很生疏的状况 很快的在第二天第三天就完全进入状况 以至于到我们昨天的晚会 那整个晚会的状况非常的成功 我带营队20多年第一次有将近百位的家长来参与这样的盛会 那所以我们这次的营队给家长很深很深的感受 因为我们也随时利用讯息 脸书 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说我们营队整个状况 所以我们师傅在这方面 在场地方面在整个 十一柱行 行柱坐卧的精心的策划之下 那我们营队非常的圆满成功 那家长也都感受到 小朋友在这里受到了一切的照顾跟教育 这是我们营队非常特别的地方 佛教营队跟其他营队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的营队当然是比较社会化 然后没有一个宗教的背景 所以他所规范孩子的 也就是用以往在学校的方式 甚至是先责骂 先责骂让小朋友产生一种畏惧 然后再慢慢的对小朋友好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种方式是不太妥当的 那我思考了很久以后 我从佛教的营队里面 找到我要的带领儿童的方式 然后我们用比较软性的 然后用一些比如说 各位小菩萨阿弥陀佛 用这种方式来代替团康的口号 那用过堂的方式 然后有早课 再配合上一些热闹的 比较属于外面的团康 来带动小朋友 所以我们整个营队课程 跟外面很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动静都有 然后小朋友呢 也是配合的老师师傅 收放自如 然后整个 让小朋友不会对于我们的 佛教营队有所排斥 甚至我们营造出来的营队品质 是高过于现在很多社会上的营队 这是我们佛教儿童营队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豆花老师表示 佛教营队所营造的品质 高过社会很多的营队 十方新闻黄慧如 邓正普 高雄采访报导 我可以帮你